今天健康報你知 要帶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那最近天氣轉變實在是太大 像是週末的時間 天氣狀況非常好 但是昨天還有今天 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東半部地區 又開始降溫轉有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開始咳嗽 而且像是我們主播的話 其實最害怕生病或是咳嗽 因為這樣就沒有辦法上班了 那如果最近大家 因為天氣轉變太大 導致咳嗽不停 喉嚨有一點癢癢的 這種狀況的時候 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來看到咳嗽 其實也分成很多種 像是我們現在鏡面上的咳嗽 其實就分成三種 那中醫師也告訴大家 要如何對症止咳 那一般來說可以分為 寒咳 熱咳或是燥咳 那如果是寒咳的話 你的痰的顏色是偏比較淡 那有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流鼻水的症狀 那常常是發生在 感冒的過程當中 那尤其你在吹到冷風 或是冷空氣的時候 會感覺咳嗽特別的厲害 而且身體會怕冷 還會流鼻水 所以醫生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含咳的 這個症狀的話 可以吃一些溫熱的東西 像是薑茶 而且你在外出的時候 也要多穿一件外套 那戴上口罩 避免自己再吹到冷風 那至於我們來看到第二種咳嗽 就是中間的這個熱咳 那熱咳其實在感冒的初期 就有可能會發生了 那通常你身體可能會感受到 有點熱熱的 甚至有點悶悶的情形 還會微微發燒 而且痰的話通常會是黃色的 而且會覺得比塞 那提醒大家 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千萬不要吃一些燥熱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燒烤 或者是辛辣的食物 這個一定是不能喝的 也不能吃 那另外你可以吃一些像是 甘草或是薄荷泡成的茶 這對熱咳來說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再來聊聊最後一種了 就是如果你自己平常身體偏乾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這種燥殼的現象 那通常是會合併一些口乾舌燥 或者是皮膚會發癢 嚴重的話甚至還會流鼻血 那醫師也提醒呢 這個時候可以喝一些 溫熱的牛奶來潤肺 也避免要吃太多 痰類的食物 而且醫師也提醒大家 其實感冒咳嗽呢 大約是持續一到兩週才會好轉 那你如果咳超過三週的話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了 所以我們也告訴大家 有一些調理方式的食材 其實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像是我們現在鏡面上呢 有三種食材 如果是雪梨來說的話 它有清熱潤肥 還有這個化痰止咳的效果 那至於中間大家看到這個琵琶 其實呢也有潤燥化痰的效果 那像百合的話 也有潤肺止咳的作用 那醫師就提醒大家呢 這類的食材 你可以把三個從中藥行都買起來 拿來煮成湯來喝 那晚上的時候呢 還有早上的時候喝一杯 都可以來改善自己身體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聊的是食療嘛 那也提醒大家 其實平常的保健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平常呢 一定要記得做運動 保持良好的作息 那情緒也要比較穩定 如果是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話 要記得戴上口罩 那另外呢也要勤洗手 保持室內的健康 那再來就是回到家的話 你其實可以喝一些清熱潤肺的食物 還有這些湯湯水水 來幫助自己保養自己的身體